大家好,今天有一宗人神共憤 今天是11月22日 我身邊的何律師馬上要說一說 因為我們香港人已經憤怒到極點了 因為誰做得防疫不好 政府就會獎他5000的新型病毒獎金 何律師,究竟哪一條官員是弄這種糞便 好心做壞事 而憲計那個人要打屁股 接受他那條官員更加要拜拜 哪一條人這麼白癡 居然說中招有5000呢 我真的不知道,這麼高難度的東西 為什麼想到出來,我這一刻都想學習一下 今天我看新聞的時候,就是說 無線的新聞說,如果是 染到COVID-19的就會給5000 我問這個是不是fake news 這個是真的消息,不是假消息 當時我就搬信搬疑,會不會是假的 然後就說,如果真的這樣 屁股行也會有津貼 是啊,但是一個問題就是說 歷史巨倫,何律師,怎樣歷史巨倫呢? 香港以前有些鼠患的 當時的港督就說整條屁股出來 哪一條人抓到老鼠呢?就給兩千至五千他 就想著鼓勵那些人抓到老鼠 但是那些人想著做生意 就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老鼠過來,就想去拿去獎賞 去到最後,政府就把這個 捉老鼠獎賞計劃取消 現在這個新型病毒有五千這個計劃 真是不知哪個局長司長提出來 但是我們真的很不明白 有邏輯性在這裏 邏輯性在哪裏呢? 本身新型冠狀病毒,如果你中了一個經濟困難 你可以個別申請 你不可以說,政府有人派五千 哪個人中了就中獎 那何羅斯,你可不可以跟香港人說一下 這個政策其實是 他好像說今天新聞說要登憲法入憲 他要公佈憲,即是要公佈,在憲部公佈 要不需要過立法會? 這個通常是那些叫做negative vetting 就是先是去通過後審議 所以要vetting,就是其後會vet的 正如說真的,我都不太知道現在的確實內容是怎樣 但我根本的主題不是這裏 我們要怎樣把我們香港現在要搞活 不是說誰越壞越丟堆的 你就要把錢放進去 740萬人每人貼一千元 你知不知多少錢? 74億的大哥 我不是計較74億是否用不用 但不是這樣用的大哥 你現在就造就了,不單像剛才所說的老鼠的問題 今天隊員之後,大家14天 我14天又去嗨嗨,然後又不用死人 那又拿五千,大哥,好過做甚麼? 局長陳肇始說了,不會因為有人 因為這五千元而拼命去感染 這些就是堅尼地政策 甚麼是堅尼地呢?你身嬌肉貴當然 當然了,剛才已經很多人提到 就是老宿者、導友、老童、無關可歸、失業 現在包食、包住、包衣還多五千 現在很多人覺得這些政策 是真的堅尼地到沒有這個道理 我們再深入一點看看 現在我們這個新型冠狀病毒派五千 是激怒民怨 昨天私人我自己說 72小時內要解僱陳肇始 因為他沒有承擔 還有他在新型冠狀病毒全民檢測和健康碼做得不好 當然我現在不可以跟荷律斯說 不是待會放了荷律斯上台 但我們今天就是說這五千元 其實香港人真的受不了這五千元 哪一個人想一條糞便出來 你可不可以有什麼辦法阻止他通過呢? 荷律斯 我反而不是重點在這裏 無論你現在給五千元與否 我都要看那個End Game是什麼 我很希望趁著現在這個第四波 現在爆到Bling Bling 是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要通過這個全民檢測 全民檢測 然後再來配合這個健康碼 禁足令三館齊下 這三館你不去 反過來你弄一條館 那條泵水館下去 嘩大哥 我真的覺得 行錯了 你如果三館加上這條第四館 你喜歡慷慨 但又拿到結果給我 我怕全民檢測 有些人搞搞震 或者禁足人 嘻嘻嘻嘻嘻嘻 好 給五千元你當送瘟神走 又給糖 又給藤條 你看看你愛什麼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十二月裡面 守天有清零 連續兩個禮拜做到這樣的成績 我不介意花 但最重要是給我成績 現在我怕的是 開了這條泵水館之後 成績又沒有 這個叫做 培了夫人 又接兵 然後又回來敲門 真是問我拿水 那我怎麼可以給你多少呢 是不是 何律師 11月19日你在立法會做了一個記招 就是剛才說了那三個動議 但是政府官員聽不到 但是你那些timing 真是準到現在香港第四波是真是勁爆 怎樣勁爆呢 我們在記招那天是確診二十宗 冠狀病毒的初步檢測 現在是爆到過去那九個月 我們所做的一切抗疫工作 全部前功盡廢 你wight off了 全部 全部是 不是清零 我們國家隊來到香港 全民檢測 是零 因為是洗了牌的 是清袋 是庫防清袋 是庫防清袋 即是現在這樣 到第四波就是庫防清零 就不是我們的社區全疫是清零的 喂 現在很大劑 因為我們過去做的一輩子 抗疫工作 什麼二人限聚令 什麼四人 什麼180萬檢測 全部 沒有了 明天又是二人餐 又要跟你老婆對食 這麼快 我還沒看 星期一 又好像是二人餐 這麼大劑 所以今天我們吃這一餐 很開心 明天就是二人餐 我今天是四個人吃 不要說那麼多 今天我們看城市論壇 有四個專家上台 三個很積極 一條廢腦 三個積極是什麼 盧崇茂教授 林順潮 和梁醫生 不能說那些我講 蔡堅那些留給我講 我認為那三位說得很好 一一定要堅決 要去清零行動 要封城 必要時都要封城 政策要好好 全民檢測 長痛不如短痛 這就是專家說的 還在拖拖拉拉 拖拖拉拉 船頭驚鬼 船尾怕測 你怎麼做得到 好事 一定要借鏡 內地裏面 他山之食 必可公知 這麼近城王廟 要求一支好簽 都不懂得求 還在這裏 無寧兩可 還要付5000元 這個華記 中招 不是啊 現在很多老童 很多一些想感染的 新型冠狀病毒 你說你都不相信的 因為你堅離地 新嬌肉鬼 現在你包食包住 劏房都不用租 然後還有得醫 還要省多5000元 喂 真是不行的 問多最後一件事 何律師就是 在這個19號 11月19號的記者招導會 就說 希望2021年 即明年的1月1號元旦 希望那天之前通關 皆大歡喜 我不知道會不會好像 上次我們8月18號 做記者招導 19號8號封球 接著我們希望 10月1號 就全民通過這個通關 但是就以誠泡影 喂 死了這次 你剛剛講完 希望他明年1月1號通關 喂現在 又這樣 要不要調整一下 不調整我告訴你 可以是可以 不可以是翻順 我告訴你 現在 可以是不行是不可以 我告訴你 只要世上無難事 只要有心人 我們23條都是0.0000001%的chance of success 都一樣可以成功 這次我跟你不是打倒 我們預計 這個我們要清零 如果要決心來做的話 我們的chance of success 如果51%是過關 即是成功的話 現在我們站的位置是20% 只要我們特首 當機立斷 你有的 又是上方保健在這裏 這條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在這裏 你只要一聲號令簽 禁足令 然後call齊所有management company 看著門口 沒有這個QR code 不准落樓 不准出去屋院 回來的 如果你沒有code 又不讓你去 送你去醫院 或者去警察 所以也都用了所有management company 看著 加上警察去看著 全香港成180個屋苑 就是我們公共的 全部看得清清楚楚 只要決心去做好它 上、中、下 一心去做 團結一致 那麼我們清零 是在望的 只要我們下個星期二 如果我們特首 能夠在行政會議裏面 pass 拍板 如果你夠膽拍板 是給五千元 你為什麼不拍板 做全民檢測 這個這麼簡單的邏輯 這麼簡單的 官到無求 膽自大 現在已經是可以說無求 但是要求一件事 大家平安 還有要健康 何律師說到聲音都關閉 其實剛才我們在未開拍之前 我們就討論了 香港人命員72小時 在這72小時 何律師有些什麼 很action的東西 是推動 將我們香港人 在懸崖邊那裡拉回來 希望不要 100宗、200宗、300宗 爆下去 再行九個月 香港人撕橫遍 很嚴重的 不是說疫情 是自殺潮 是經濟的問題 所以這72小時 有什麼很快的action 要做下去 是要見效的 怎樣令到那些官員知道 這72小時裡面 實際上 我講的星期二是D-day 沒有72小時 只有48小時 多一點 50個小時 我會明天找齊了旅遊業 這些叫持訓者 旅遊業 全部簽名 支持全民檢測 我們撞撞我們特區政府的膽 第二 要找所有零售業簽名 第三 飲食業 第四 是運輸業 這幾個行業裡面 全部出來表個態話 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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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禮拜二開會 不要為開會而開會 我們要是一個決定 那個決定就是決定 我們未來的命運 如果你一月一號通不了關 你再繼續會禁止多久 雖不中 亦不願意 瞄著一個目標就此 我們才會有成就 整天都好像大海漂泊 永遠 你去對面海 去三環市 一環市 去洒積 你告訴我 不知道 可能去安格列治 大哥 你告訴我方向哪裏 目標哪裏 只要我們說 一月一我們要清關 我們凝聚了意念 全人類740萬 秒主這日子去做 誰不中 亦不願意 現在是20%的chance of success 如果調高到51% 我們一心一意去做 所以禮拜二拍板 環有一個禮拜做好準備 準備是甚麼 做好金正火眼的實驗室 我們將這七千幾八千名 曾經是霸醫這班人 將功贖罪 將功贖罪 大罪立功 給他們再協助我們 全民一起去罪 再來火神山 不用跟你追究霸醫的問題 然後你不要再問我 阿之阿祖又拿津貼 最重要你給我 把喉嚨 全香港好像是搞這個區議會 一天搞定 480個站 我們開足點 960個站 每個站裡面 派20人在這裏 有甚麼這麼難 我們搞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 找三萬個弟兄 在這裏做義工 全部找醫療人員 總是街頭街頭有個站 你下來的時候 一定要那部電梯 是專門電梯進來 下來 刮完喉嚨 你立刻上回去 然後接著 短短十二個小時內 要驗出來 究竟你有菌還是沒有菌 沒有菌的 立刻就給你一個QR code 否則禁足令你不能出 如果有事的 立刻去方艙醫院 這樣做 是碰當的 沒有說不碰的 何君堯 救港 黃金 七十二小時 我們就拭目以待這七十二小時 但因為 何君堯的戰役 上次是國安法 這次 這次 比國安法更大 全世界瘟疫 現在香港很大 很嚴重 華記 香港如果成功 是造就了全世界 為甚麼 因為現在是國內裡的城市成功 西方國家是不買的 但是 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城市 如果我們可以取立了這個內地的經驗 在香港裡打造成功例子 幫助全世界 人類命運共同體 我們都不想 美國 英國 西班牙 歐洲 意大利等等國家 爆滿堂 我都不想 我都很希望 如果我們成功 他們都成功 他們都沒有病 我們更加開心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 我們想做一件事 能夠為人類達致得到這個成果 是好的事 我們一定要責善固執 努力去做 不要說那麼多 船頭驚鬼 船尾怕賊 不要再想這些 反正你五千元都敢派出去 為甚麼你不去全民檢測 三個專家都說 應該要這樣做 好 抗疫不分 黃 藍 綠 任何黨派 任何建制 任何反對派 我們現在都不會對抗的了 因為一起去抗疫 共同的敵人 是病毒 是的 所以呢 節目去到這裏 就拭目以待 黃金七十二小時 俄羅斯 靠你了 我們一起努力 今晚我會發發所有的英雄帖 給了那麼多大的那個 所謂叫做持份者 希望明天可以有一個 共同簽署 好嗎 好 你真是香港人的 就要支持共同抗疫 共同抗疫 人人有責 遇到你 好 多謝 拜拜